哈囉大家好我是Sindy 今天的影片要來介紹的是五款 我認為冬天噴最適合的香水 為什麼會特別分成冬天或者是夏天呢 因為我自己是覺得 其實香水的香調或香味跟感覺都非常的不一樣 那有一些香水就是比較適合夏天的時候噴 它可能是比較清爽的、比較甜美的 讓你夏天噴起來心情會比較愉悅 然後不會那麼感覺厚重黏膩的 那反而言之呢冬天的話我覺得就是會比較沉穩一點 然後香水的厚度感會再厚一點 就是會讓你有一種噴上這個香水 就有一種溫暖然後被可能毛衣包裹住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精挑細選了五支 這個冬天你可能會覺得喜歡 或者是噴上它可以感到很溫暖的香水來跟你們分享 那如果你對今天影片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第一款呢我覺得應該蠻多人介紹過 我忘記我自己影片有沒有介紹過 然後它的名字呢就是本來就非常適合被放在冬天裡面噴 這個是Chloe的北國雪松 對它是一支我覺得算蠻紅的香調 在小紅書上呢又名什麼千金女主清冷香 對然後我自己噴起來是覺得呢 不會到千金女主那麼難相處你知道嗎 它的香調呢是比較偏木質色香調的 所以它的前衛是小豆蔻木質香苔 然後根據調香師本人說的靈感來源就是 它記憶中小時候父親送給母親的第一束花的味道 是不是聽起來就非常的有意義非常的有溫暖呢 那雖然它是一款號稱木質調的香味 但是其實我覺得它跟我手邊有的其他木質調的香水 聞起來並不太一樣 譬如說彈道或是ESOP的那個艾雷米亞 我覺得都是首先你會第一個接觸到你鼻腔的味道 就是木頭木質的這個香味 可是它其實第一個先衝擊到我的鼻子裡面的是一股花香調 所以它的香調簡介裡面居然沒有花香 我非常的意外 那如果你要我用個性來形容這支香調 是我認為什麼樣的個性人會噴這支香水 我覺得是外表看起來很難清淨 就是你一開始聞到這個味道的時候 會覺得這個人好像有一點高冷 有一點不善於言辭表達 可是如果你實際上跟它相處呢 等到它的中後味跑出來之後 它真的是一個聞起來非常舒適非常溫暖的味道 那如果你平常是那種比較喜歡甜美味道的 這個可能就比較不適合 因為它真的是稍微再成熟一點點 然後我夏天不會噴這支的原因 也是因為它太溫暖了 就是我不覺得它是清冷香 就是我不覺得它是讓人家感覺距離感很重的 可能一開始噴出來的時候會 可是時間的演變啊 然後在你身上跟體溫融合之後 它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溫暖的香味 所以夏天我就不太會 幾乎是不會噴這支香水 因為我會覺得夏天噴這個有點太厚重了 但是冬天呢 或是有一點點冷的時候 或是當你穿上西裝外套大衣的時候 噴這一支就是真的 一百分 我自己買了之後 非常喜歡這支香水 就是難怪它在小紅樹上面如此的火熱 第二支呢我要介紹的是 可以說是香水中的精品 MFK的這個 阿拉Rose 阿拉Rose 反正它是 愛戀玫瑰 然後這個也是 我去他們櫃上挑的時候 請他們挑幾支 玫瑰基底的味道出來給我聞 然後聞一聞之下呢 我就比較喜歡這個愛戀玫瑰的味道 那它的前調是 卡拉布里亞 佛手乾 甜碗豆 加州城 保加利亞 大麻士格玫瑰 中調是 紫羅蘭花 玉蘭花 後調是 雪松社香 格拉斯玫瑰 你就可以知道它真的是一個 充滿玫瑰花香調的味道 但是比起一般的玫瑰花香呢 我覺得它帶了一點點 甜美的個性在裡面 就是不會那麼的 艷麗花香調 比如說像 Jo Malone的那一支玫瑰 我也是認為它是一個 偏甜一點點的玫瑰味 我自己覺得呢 如果一樣 擬人化的話 它是一個有點 傻白甜 這個這個總是好像不太對 有點傻白甜的女生 就是它非常的可愛嬌小 然後身上永遠都會帶著一點甜甜的味道 可是呢 實際上它可能想法很成熟之類的 因為它的中後調是比較沉穩一點的木質調 那如果用情記來描述的話呢 就很像就是你遇到了好幾天 陰雨連綿的冬天 可是有一天突然發現出太陽了 然後在出太陽的這一天 氣溫非常的暖和 然後你走到路上 然後發現 可能原本有一些被雨淋濕的植物 然後開始散發出被太陽曬過的那種味道 然後因為被雨下過嘛 所以那個土壤都會有一點酸酸的味道 再加上這個玫瑰本身的甜 它就有一點酸甜酸甜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怎麼講 滿 滿可愛 或者是滿有生氣的一支香水 如果呢你真的是在我這個情境 就是你真的前面下了好幾天雨天 然後今天出太陽 你噴這一支我覺得會心情很好 如果你是喜歡比較偏甜一點的花香調的話 我滿推薦這一支的 第三支呢我要推薦也是 我之前愛用品面有出現過的這個 Mansion Margiela的 Lazy Sunday Sunday是誰 Lazy Sunday Morning 然後這個呢 算是我覺得各大 網美 好像都會有的一瓶香水 這一支的香調是 玫瑰花香調 木質花香調 它的前衛是 梨玲藍 妝位是 淵瑋花 玫瑰橙花 後衛是 白色香 廣闊香 色香景葵 應該有發現就是我冬天 蠻愛噴色香類型的香水吧 因為我是覺得如果後衛是色香的話 我會覺得比較溫暖一點 然後我自己好像之前在愛用品裡面 形容它是一個 非常有氣質的香味 就是它帶有一點點乾淨的造香 很像如果你用一個你很喜歡的洗衣精 然後洗完你的衣服之後 在冬天難得遇到太陽的時候 把衣服曬乾 然後從衣服上面聞到那個你很喜歡的洗衣精的味道 然後又帶一點淡淡的造香 就是真的很符合它這支香味的名字叫Lazy Sunday Morning 就是在一個很美好的周日早晨 你把衣服都曬乾淨洗乾淨之後 家裡會瀰漫的這股味道 然後這支也是帶有一點點甜味 它說的這個玫瑰花跟橙花我是聞不太出來 就是比較明顯的味道對我來說 應該是菱蘭或是鴛尾花這邊 就是會比較多一點 玫瑰的那種成熟感會沒有那麼多 它還是比較偏可愛一點 然後比較氣質一點的一款香水 所以如果你是走這個路線的 然後也是有喜歡有一點點甜 但是不要太甜的味道的話 這支呢也非常的推薦 第四支好像是很久以前 我忘記是在裡面度追還是暗用品裡面 介紹過的Dior的曼步曠野香 就是你知道這個曠野系列 這個Savage 是Savage嗎 因為它中間有一個U 我不是很確定到底是不是念Savage 應該是不是英文 但反正這個系列是強哥 強尼代譜代言的 就是你就知道它是一個很奔放的形象 然後它的香調是 前調香檸檬苦橙葉臭羊 臭羊 中調無花果 西地因橙花玫瑰 無花果樹海水陽光桃子 後調是勞丹紫兒染石 琥珀木香草 哇這個也 也太長了吧 然後我來quote一下這個調香師說的話 它就說 有幸造法義大利人眼中的珍珠帕納瑞亞島 你一定會記得 那舒適輕柔的海風吹拂 火山岩在陽光照耀下散放的礦石氣息 還有花香果香與鹽玫瑰的香氣 這款香調 那晚如在無花果樹蔭下小氣的時光 令人想起地中海的驕陽 熱情洋溢的柑橘果香與雨清新微風 OMG 怎麼這些人要這麼會說話 那我都不要接受啦 然後這一個呢 我覺得無花果味非常的明顯 就是相較於Dipty的那一支無花果 我覺得它的無花果又再比Dipty的更濃厚更重一點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覺得這一支比較適合冬天的時候噴 因為Dipty的那個無花果噴過 其實我覺得夏天噴是ok的 可是這個就會有一點很heavy 對就是比較偏厚重一點的無花果 它不是那麼輕輕柔柔的無花果 因為從它的香調裡面 你也可以知道它其實摻雜了非常多的香味在裡面 比如說有香檸檬啊有苦橙啊有桃子 所以它就是香味比較多元化一點 比較成熟一點的味道 所以雖然我是沒有就是真的在無花果樹下小氣過 但是我想如果用情境比喻的話 可能真的就是在海島上然後旁邊有海風吹拂 然後你在一個無花果樹下 享受太陽的那個時候散發出來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這支香水真的非常的成熟 如果你是比較不是走這個成熟氣質類型的 可能是妹妹啊或者是說比較可愛一點 噴這個我會覺得有一點不適合 因為如果要我用人 一個人來想像它的話 就是一個事業女強人 然後每天可能都會穿著全黑的西裝外套去上班 看起來每一套都差不多 但其實每一套的品牌都不一樣 然後一定會燙得非常的工整 然後對於處理公式就是一絲不苟的這種形象 所以如果你比較不是這個形象的人 噴這個我會覺得有一點點可能會不搭 但是如果你剛好是這個氣質 然後是事業女強人的話 我覺得噴這支就是絕對會襯托出你的氣場 最後一支呢是這個Celine的California 這個很可愛吧小小的 因為這個是貴哥給我的試用包 我後來有買大罐的這樣 可是這個試用妝還沒有用完 那它的香調呢是佛手乾白淵微脂 蜜乳聖木條斜樹胎跟廣闊香 沒錯它就是也是一個比較偏木質調 然後比較偏色香調的一款香水 這個味道呢我覺得多了一點點煙燻的感覺 就是在很冷的冬天裡面 然後在火柴就是你知道壁爐旁邊 然後壁爐邊燒的時候邊聞到那個火跟木頭燒起來的燃燒的味道 然後因為Celine他們家的香水 它其實沒有特別分男香或是女香 它就是一律都是中性香 就是覺得男生女生都可以噴 所以這支香水我覺得是今天五支裡面最中性 真的是男生要使用也可以的 不一定很限制於女生用 如果要我用一個人來形容的話 很像是一個你很少見過的遠房親戚 可能是表姐或是堂姐 然後她常年住在加州 身上已經被曬成小麥色 然後在台灣的天氣也不覺得冷 然後可能甚至大家在穿長袖 或者是羽絨衣的時候 她只穿了一件短袖加牛仔褲 然後很casual很隨性的就可以來跟你見面 這個時候你就會聞到她身上的味道是這一支 就是非常隨性非常中性的一個味道 不會覺得甜也不會覺得花香料太重 它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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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l 如果說你真的是一個完全不喜歡女性香 就是不喜歡甜啊 不喜歡girly這種味道的話 這一個呢就是絕對的中性 真的你去聞聞看一定會覺得是你的菜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的五款冬天愛用香水介紹 對希望你們會喜歡 然後希望你們可以在冬天 然後希望你們呢這個冬天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本命香 可以去聞聞看這五款香水 說不定會有你喜歡的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就滿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人都會有新的影片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拜拜